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U Sport 台北乐运动正式要在9月30号上路 今年我们是十半年 所以我们特别选进今天开始来跟大家正式宣布以外 下午我们就会两点钟开放 让大家来申请登记 那简单介绍一下我们这一次为什么叫做U Sport 大家一定很好奇为什么会有一个U 这代表四个意义 第一 U代表的unlimited 无限 也就是象征的我们不断的运动 生生不息创造无限的可能 unlimited 第二代表U就是你 每一个特别的你 也就是我们希望所有的市民朋友 大家能够养成规律运动的习惯 当每一个人都很健康 就是健康的群体 就形成健康的城市 我们打造一个活力健康幸福城市 第三个U代表的是 微笑 也就是希望台北快乐运动 第四 U代表的是一个曲线 幸福的上升曲线 也就是结合我们这一次活动 动越多 赚越多 大家的健康不断的提升 幸福 时数 攀高 所以四个意义我们叫做U Sport 那今天我们正式宣布 U Sport台北乐运动 也是去年我向所有市民朋友 承诺的运动证件 能够正式的落实 希望能够让大家养成规律运动的习惯 因为我们经过统计过去五年 台北市规律运动的人口比例 大概都在37%左右 那已经维持了好一段时间 要再突破往上 有一点点困难遇到的瓶颈 所以我们希望结合现有 既有的基础 包括每一个区 有运动中心 深受市民朋友的喜爱 也有很多的课程 更新很多的设施 那我们怎么样能够让更多的朋友 使用运动中心 或是运动 而且是规律运动 所以我们想出了U Sport 也就是我们希望 从现在的37% 能够逐步提升到40% 这是我们的目标 另外我们西部的分析发现 23岁到64岁的朋友 他们规律运动的比例 是相对比较低 也就是23岁以下 年轻朋友 他规律运动的比例 大概都有超过30% 65岁以上的长者 规律运动的比例 也都有超过 大概到40% 那反而23岁到24岁 可能忙于科业或工作 或是家庭 他们规律运动的比例 好像不到30% 所以这是我们今年示范 重点要来针对的对象 好 那我们实际U Sport 台北乐运动 我们怎么进行 大概基本上分两个方案 第一个 1500U免费动 我们叫1500免费动 另外叫做5U币 5U我叫做加码兽 我押运了加码兽 1500免费动 5U币加码兽 也就是让所有市民朋友 有1500U币 然后透过台北通 大家就可以免费到 我们的12个运动中心 每一次使用 包括游泳池 体势能 健身房 或者是专案的体验课程 直接1500U币扣抵 举例来讲 游泳池可能110U币 体势能健身房 大概是50U币 那如果是大概一段期间的提示能克制 可能就是1500U币 大概维持三个月 所以我们透过这样的方式 非常的方便 及时而且线上完成 另外5U币加码兽 也就是市民朋友 当你每一次到运动中心 使用这些设施去运动 我们就让你累积点数 每一次累积5个U币 然后如果三个月 能够使用12次 就有60个U币 同时三个月内 如果去12次 加码再给你60U币 总共你可以拿到120U币 那你就可以用这个U币 再去运动中心 去运动体验课程 另外我们也有抽奖活动 总奖金30万元 我们会送运动手表 运动手环 还有Switch的运动环 还有这行车 等等的奖品非常丰富 总归来讲 我们就是希望 来让所有市民朋友 养成规律运动 使用我们非常优质的运动中心 同时当大家在这个过程 也欢迎给我们一些反馈 给我们一些建议 让我们把这样的方案 把我们运动中心 Reality的建制 能够做得越来越好 再次的感谢体育局 资讯局各局处 大家共同的配合 那我想今天首长都在 我们首长要以身作证 养成规律运动习惯 我知道市民局长有 才跑完马拉松 我希望市民朋友也能好好享受 U-Sport台北热运动 体育局为了扩大活动参与度 今年事半三个月内期间 完成12次运动的市民 即可额外获得60UB运动点数 同时参加抽奖总奖金30万元的豪力 鼓励市民赶快加入集点行列 记者问君台北报道 大家一直在说什么 占南北 占南北 说什么重北清南 重北清南 其实实际上不是如此的 因为你可以看到 在整个的相关的补助款里面 台北市拿的如此之少 拿出中央客委会提供的资料 立委王宏威指出 台北市有45万4千位客家人 占全国客家人口9.72% 过去五年来得到中央的补助 却只占总体补助费用的0.12% 平均每位分不到新台币10元 而补助最高的屏东县 有18万8千位客家人 占全国4.03% 却拿到补助费用的17.14% 每人可达3305元 痛批客委会补助大小眼 我无意去质疑说 其他地方的客家乡亲 拿到的补助款 但是我在这边要争取的是 台北市的客家乡亲 为什么补助的金额这么少 如此之少 长期的都补助非常少 这难道不是一种歧视吗 所以大家也知道 立法院现在进入了这个预算会期 我们会质疑 我们也会提出 要求客委会要做改进 那么我们再把它换算成 我刚才不是特别把人口数也给大家看 还有人口的占比 所以我们就把它呀 从用中央给地方的相关的这个补助款 把它去除以我们地方乡亲的人数 那么在这边也跟大家稍微补充一下 我知道客委会一定会说 他说台北市是地方财政 一起划分的地区 说台北市财政特别好 所以没有什么补助款啦 那么但是呢 台北市还是有分摊款 台北市还是有分摊款 所以这个部分呢 其实这个表格 刚才我给秀给大家表格 就是客委会所提供给我 好那这个是我们把它换算成 那么这样子补助下来 平均一个人 一个客家相亲 他可以得到来自于中央 不管是补助款或者分摊款 他的金额是多少呢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台北市啊 不是侏儒啦 这么小爱人 你看被压缩到 不到十块钱 平均一个相亲所分配到的中央 来自于中央的分摊款也好 补助款也好 不到十块钱啦 市议员李燕秀进一步指出 以过去六年台北市举办的客家活动 台北一名嘉年华来看 台北市政府每年向中央申请 780万到1330万元不等 但最后中央客委会 核定下来的分摊经费 106年核定比例还有38.8% 到了111年却只剩22.5% 我们从106年到111年 对于一名节的嘉年华活动 从申请2810万到1460万不等 那中央跟地方平均分摊 由1160万到最低的曾经到800万 但是最后中央核定的 其实只有两年450万 其他都是300万 到111年去年 甚至核定的比例越来越低 当时在台北市 如果柯文哲跟这个蔡英文 关系好的时候 就补助多一点 106年的时候 蔡英文跟柯文哲的关系 是水乳交融的时刻 包括在109年的时候 那一年又是选举年 所以才补助450万 我要再一次的强调 所以自称是客家人的蔡英文 其实对于客家人的补助 还是仍旧是分政治 分政党 分现实 分颜色 王洪威与李燕秀表示 有些现实客家人口比例高 拿到相对多的补助可以理解 但台北市的客家人口 除了占全国的9.72% 客家族群也占全台北市总人口的17.4% 但得到的补助竟然只占0.12% 实在少得夸张 呼吁客委会不能对不同县市的客家人大笑眼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导 响玉国际拥有国乐最杰出契乐演奏家之一 以及第一位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国乐演奏家 等美誉的琵琶大师吴满 即兴演出改编源自唐朝音阶的琵琶独奏曲 展现无与伦比的演奏实力 台北市立国乐团2023-24新乐季 开启音乐会乐极致 由北市国首席指挥张宇安 携手琵琶大师吴满 带来重磅演出 为新乐季揭开精彩序幕 首先是一个大曲子 协奏曲 赵基平老师的第二琵琶协奏曲 跟乐团的大乐队 是一个国乐版 而且这个是赵基平老师特别为我写的 所以用的是我的家乡的曲调 江苏 苏州浙江平坦音乐 所以这个是国乐版 那么也是在台北是第一次首演 那还有一个就是比较特殊的 我带来的是敦煌的琵琶古谱 我准备 敦煌琵琶古谱有25首 那么我其中选其中的四首 像那是纯的琵琶独奏 所以我想以这样的方式跟大家分享 我看到今年的曲目 尤其是我们这一场9月9号的音乐会的曲目 有很多是跟中亚 跟丝绸之路 跟唐朝 就是说很有意思 很有特点 就是很不一样 和我们通常听到的那些作品 非常的不一样 它有一个这样的一个主题 都有一些景色在里面 比如第二期琵琶鞋奏曲 是一个江南的景色 那还有一些是丝绸之路 新疆区域的那种景色 所以我觉得色彩上面 这次的曲目安排的特别的好 让观众能够体验到 让观众想象可以走到很远 走到很多地方 而且乐队的组合也是非常不一样 有的是非常多的吹打 但有的是很多的弦乐 像这个琵琶 第二琵琶鞋奏曲是弹播乐器 那么中软的也是弹播 而且都两种弹播乐器 两种古老的弹播乐器 怎么样让大家来认识 安排就是各式各样的曲目 不管是音乐的内容 或是合作的作曲家 演奏家上面 其实我觉得在全世界的国乐团上来讲 台北施力国乐团是一个很独特的存在 它受到的干扰 我们的包容性其实是受到干扰最少 然后包容性是最大的 所以在我们的乐器里面可以看到说 各式各样的节目 竟然都可以出现在这样的乐器里面 那我觉得这是很值得交到的一件事 国乐团的特色就是 每一个人是很好的合作音乐家 但同时他们也必须要是很好的独奏音乐家 因为国乐器这个乐器呢 东方的乐器相较于西方现在交响音乐团的乐器 其实讲究特色讲究特性比讲究共性还更多 所以他们既要能够合 但也要能够就是独立出来 所以在这个纵观整个乐器可以看到 就是很多就是我们乐团的音乐家 自己被挑出来站到台前独奏 那他们我期待他们能够成为乐团的明星 然后成为特色 那将来他们能够让我们输出到 就是国外的乐团去的时候 他们也能够成为北市国代表 成为台北的代表 成为台湾的代表 为期十个月的新月季将延续去年推出的精彩TCO 温馨飞魔力以及传艺五兵分三大系列演出活动 共计48套54场次节目 场场精彩不容错过 在国外团是我们台湾应该是首席的国外团 那也带领了整个的风向 那我们就像我们刚刚在讲的 我们苏计老师也来帮我们做了很多作曲 那所以我们在明年 我们也都会去再做作曲大赛的部分 那我想这个部分我们都希望 四国能够带动整个国外的一个风潮跟风向 那不管在创新跟传统上都能够达到一个最好的均衡发展 那包括我们除了在台湾这边 像我们今年也会到马祖去做一个巡演 那我想不管是在偏乡 不管是在都会区 我们都希望说这个声音跟成就都能够去一个最好的传播 随着全球艺文产业在艺后展现往日繁盛景象 北市国表示 新乐际也将邀请多位国际知名音乐家参与 呈现极致缤纷的台北之声 敬请乐迷期待 记者李奇贵台北报道 专案小组人员进入茶行门市 查获这些混冲廉价越南茶叶的台湾茶 刑事局方面表示 今年5月与双北基隆与嘉义警方合组专案小组 针对高风险茶行进行清茶 再将其产品送至农业部改良厂进行鉴定 结果发现有两家茶行 涉嫌以低价的越南茶混冲台湾乌龙茶 再以台湾茶名义高价出售 报赚10倍以上 这两家茶行呢 涉嫌境外茶补充台湾茶 并在网站上及产品的包装上 标注着台湾 产地是台湾这种标注 对外贩售 已经违反妨碍农工商及诈欺的罪名 严重影响消费者及合法长农的悬疑 警方出了茶扣近200斤的境外茶 与分装工具外 也把涉案的两家茶行负责人与员工共7人 依妨害农工商及诈欺等罪嫌移送地检署偵办 刑事局也提醒消费者 在购买茶叶时要认明产销履历标章 以确保自己权益 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 设嫌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则则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机上盒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两年以下服刑和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是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优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盒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盒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盒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这个老店 对瑞芳美食光厂几家老字号贪位如属家增 因为妈妈是瑞芳侯童人 小时候都会跟着妈妈回老家的内政部长林又昌 在立法人赖品云陪同下 重回瑞芳回味何时温暖记忆 在知名胡椒饼摊位上 牛昌还首次体验 将贴在碳炉内壁的胡椒饼取出 第一次就成功被老板称赞很有天分 因为宗教是内政部的一个主板是我 所以我今天特别到瑞芳的信仰中心 这个龙岩宫跟瑞慈宫来做参拜 那因为我妈妈自己本身是瑞芳人 所以本来瑞芳就很熟 那瑞芳跟基隆也是一个生活圈 所以我今天特别过来 然后当然中午有休息一下的时间 所以到瑞芳最有名的美食市场 来吃一下小吃 那因为这个都是儿时的记忆 像我阿姑小时候就在这边开西奥法 然后我妈妈是喉动人 所以这个儿时的记忆特别的温暖 那今天赖品委员要特别来陪同我 其实这个就是对地方其实品语也都非常的关心 所以要一起来关心地方 然后也希望能够让瑞芳呢 这个生意更好 然后这个地方更发展更新浓 小时候对这边吃的部分还是最有印象 这些很重要的 小时候其实吃说实在都很简单 不过现在瑞芳的美食真的太多了 那个在街上那个龙凤腿一整排 那个都要排队 那个也是美食 然后红茶很好喝 然后肉羹很好吃 然后那个叫什么 胡椒饼 胡椒饼也是一绝 那个也是大家来瑞芳市场必买的东西 六昌与赖品鱼一起出现 也在美食广场造成轰动 不管是摊商还是游客都抢着和两人拍照 附出在附近的赖品鱼说 瑞芳好吃的东西太多了 他特别推荐牛肠品尝适合当笑茶甜点的热麻酥 因为我服务处就在旁边 所以其实我们基本上中午要吃东西都是在这附近解决 那像我们吃完正餐之后呢 其实我们蛮常会吃我们美食广场有一家 麻吉 麻吉 对 因为吃完正餐甜点是给另外一个胃 那我蛮喜欢吃完正餐之后再来一份麻吉 特别好吃 特别对胃 对 平鱼有本钱 平鱼可以吃三颗我吃一颗 两人随后并到瑞芳信仰中心供奉妈祖的瑞慈宫 即俗称瑞芳祖师庙的熔岩宫餐香 担任金融市长八年 牛昌表示 基隆与瑞芳本来就是共同生活圈 这一次与赖品鱼一起来关心地方 期盼瑞芳商家生意更好 地方发展更新盛 瑞芳美食 赞 记者张琪辰新闻报道 同学们尖叫嗨翻了 身高208公分 帮助金块队拿下第一座总冠军的25岁NBA 丹佛金块队球员小波特 与同学们一一击掌 透过一些非常要好的友人 了解到他第一次要到亚洲来 那所以我就邀请说 如果Michael他的first trip要到Asia 那一定要来一趟基隆 因为我们基隆是亚洲最有爱的城市 或者我们努力成为亚洲最有爱的城市 所以一定要邀请他过来 市长谢果良和小波特进行对谈 除了欢迎他来到基隆之外 也特别请小波特分享 如何走过三次受伤的篮球生涯低潮期 来勉励现场的同学 我们都知道Michael他曾经受过三次伤 那但是他后来也都成功的回来了 恢复了 而且更拿到了冠军的一个头衔 那我们想聊聊他的信仰 因为我们据Michael自己的说法 信仰在他这个人生的过程中 在他打球的过程中 给他带来很大的帮助 我们想听听Michael就是 这个信仰在这个过程中 对你的帮助到底是怎么样子 可不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生命不永远很不错 有些时候你会有坏时 他说其实人的生命里面 你一定会有高点 然后也会有黑暗的时期 会有比较低潮的时期 像他之前被受了三次伤 其实他是没有办法上场的 那同学们玩篮球也知道 就当你受伤的时候 你看到其他同学就是不断的前进 其实那个心情是很低潮的 但是他说对他而言 他会去想一想 这个低潮的出现 是不是让他训练成一个更强大的人 他会好好的去看 我在低潮时候的状态 那我要怎么样 透过这样子的一个磨练 变成一个更强大的人 那当然他会有他自己 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一个 你心里会有一些力量 例如你的父母或你的朋友 他们是你的力量 会支持你过这样的一个黑暗时期 能近距离看到NBA明星球员超难得 同学们都拿出手机拍照 赶紧记录下这一刻 也把握问答时间跟小波特交流 他从三岁就开始打篮球了 然后他每天都会练习两到三次 如果你想要变成一个非常好的篮球员 你必须牺牲很多你自己娱乐的时间 或其他你休闲的时间 那这是你刚刚提到的 他为篮球付出都好努力 NBA球员小波特也亲自下场指导来自安乐高中 名传国中 五轮国中 建德国中的球员 认真又谦卑的态度让市长相当赞赏 今天看Michael Porter Jr.来到基隆 这也是他第一次的亚洲行 他今年也代表Denver Nugget拿到了冠军队伍 所以让他来看得很开心 教孩子们也给他 给孩子们更多的一个训练跟一个学习 但最主要是他的坚持跟不放弃 因为他过去曾经受伤过三次 大家都以为他回不来 但他还是回来努力 那他也说信仰对他来说很重要 他也因此能够再恢复 然后打得更好 拿到了冠军界 今年能够拿到NBA的冠军 他的这个参与是功不可没 所以很高兴能够邀请他到基隆来 教导这些孩子打更好的篮球 对 而且你刚刚在旁边看到他那种态度跟气质 对 我觉得他很谦和 然后很诚恳 然后现在教孩子也很仔细 那他刚刚也在问说我要怎么教 就是他都可以配合 所以我觉得他 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他是很很很棒的一个球员 最主要是我觉得他很努力 而且很谦卑 我觉得这个精神非常重要 因为很多人打的可能就会很很 可是他不会 可以感觉出来他是一个很努力 但是很上进很谦虚的 年轻人 市长谢国良强调他会努力让基隆的教育国际化 运动赛事国际化 将持续引进更多好的教育资源来到基隆 让基隆的教育变得更好 记者黄日生 陈淑萍 基隆报导 来自全台多达50位学友专精的产官学界代表 齐聚一堂参与中佳集团举办的中佳学院第一届新媒体 时代高峰论坛 针对媒体素养的创新与未来 特别是目前引发热论的生成式AI兴起 颠覆传统媒体的发展进行专业的对话 也是创媒体之先 针对新媒体的未来进行探讨 今天这么一个新媒体的高峰论坛 应该会有各种不同的学者官方 或者是业者的身上会产生更多的对话出来 这个论坛恐怕是近年来有关这个议题最盛大的一次了 我事实上很高兴看到就是几乎是在这个领域里面 非常有研究而且就是说有想法有做法的人 都能够聚集在这里来讨论这个对台湾的整个媒体环境 非常重要的这样一个场合来参加 来共同讨论这个重要的问题 在这个资讯容易产制的时代 生成式AI让内容和影音的产制更加容易 不过也带来许多未曾出现的伦理问题 中佳集团一共要用两天的时间 举办两场口头论文发表与异常论坛 透过讨论深入探讨每一项传播科技发明 带来的挑战与因应对策 其实我们每个人也都可以是资讯的生产者 那这个时候我们怎么样去做到一个资讯生产者 该有的责任 我想这个也是非常重要 所以其实是蛮期待 我想不管是中佳或者是我们有更多的媒体 都可以一起加入去改善媒体素养的环境 那其实我们现在也在积极地聚焦于AI还有AIGC 也就是生成式的人工智慧 它对于影音产制的一些机会或者是一些挑战 那当然包含我们自己在学校里面教书 我们除了用在一些教学跟教案之外 其实也一直都在留心学生 他的作业到底是自己的原创 还是都透过AIGC来产制 那这当中怎么样可以有一个适当的结合方式 然后让他仍然能够以人为主体 这是我们现在非常关注的 难得的是不只是学界彼此交流 这次更透过业界的参与还有官方的加入 三方交流彼此碰撞 期待能够借此激发出不同的火花 就是学界跟业界应该有多一些交流 虽然很多的思考方向或是未来的想象不太一样 但是交流会让碰撞出一些新的火花 然后也可以彼此学习 感觉上这次的讨论面向会很多元 而且应该也会蛮深入 也都是很专家级的讨论这样 所以会很期待说今天在这边可以学到很多 也会希望说也对我们系统业者 未来朝向AI的应用这方面 应该也可以有一些启发这样子 所以这一次的论坛 我个人也带了很大的期待 希望能够在论坛当中学到很多 产观学界对于相关问题的一些见解 面对日新月异的传播科技 中佳集团也面临挑战 同时为了善尽社会责任 更率先发起针对媒体演变的高峰论坛 帮忙找出当代数位公民的必备媒体试图能力 AI不但是一个科技 然后它也会造成使用方式改变 一定以后会对我们怎么吸收讯息 怎么分享讯息有很大的冲击 所以听听这些学者们 在学校里面他们怎么面临这些挑战 然后我们对业界的体会 那我们中佳也在致力 譬如说我们在smart home 我们提供资安的这些方面的一些工具 让我们的消费者能够在资讯安全 能够配合得好 能够有这样的机会参与论坛讨论 也让不少到场的教授都感到相当兴奋 让彼此都有学习讨论的空间 我想中佳这次很难得办的这次论坛 应该也是就是说在推广媒体试图上面 聚集了这么多业界的跟学界的一些人士 那我想也很感谢中佳提供这样一个机会 能够有这样一个交流 最难得的一点是在台湾各大学 讲授媒体素养 然后探索AI科技的一些老师 都齐聚一堂 那我们平常是非常少有这样的机会 可以聚在一起 AI的时代呢 所有讯息都是真真假假假假假整整 那今天中佳呢 就为了这个AI的还有新闻 以及现在的所有的资讯素养 办了一个新时代的高峰论坛 相信是非常有收获 而且有非常好的交流 中佳加油 中佳集团期盼以媒体的力量 整合各方资源 抛砖引玉 将媒体素养的精神向下扎根 实践媒体集团的社会责任 建构一个健全的媒体素养环境 为民主政治与公民素养立下根基 记者综合报导 国民健康署邀请知名艺人赵木兹 与许孟哲夫妻 带着补味母乳长达三年 未间断的宝贝们出席 分享当初决定补味母乳的动机与好处 工作我觉得母乳妈妈在工作 同时工作的母乳妈妈真的是超级 因为你的工作时间里有打 你两份工作 你还要陪照你会乳牛 对这真的 所以我觉得有一个友善的机场 环境对母乳妈妈 很大的支持 对那我自己在工作时候 我经纪人都会服务器 他会帮我确认说 孟知姐可以在哪里进来 所以我觉得这个我来说 就会让我带你心脏 也更放心地可以去工作 我知道孟哲也经常会帮你 分担一些事情 你有没有比他印象深刻 觉得好贴心好感动的 会觉得他好闷喔 他每天最帅的样子 就是孩子起床的时候 把他放我出房间 让我多睡一下 所以很需要 为何物很辛苦 因为晚上有时候被你心脏 就会被打断 我们的睡点 然后这时候爸爸早上睡好起来 把孩子抱住去 为母乳真的是很辛苦 我觉得也鼓励 母乳妈妈身边 就所有妈妈都很辛苦 所以身边的人要给予足够的支持 关系 对要全力支持他们 然后母乳妈妈们也可以多多分享自己 需要怎么样帮忙 尤其有时候身边的人其实想帮忙 不知道怎么帮忙 就是说出你的需求 对 呃其实我觉得就是 呃对对爸爸来讲 就是轻位这个事情 当然我们没办法做 对对爸爸 就是轻位的事情 就尽口的就是帮忙 对那因为有的时候轻位 但有的时候是挤出来的 感到品味 对 所以这时候就是 呃多帮忙洗一下这个 呃 挤奶气啊 就像刚刚在讲到说 有没有什么印象深刻 我有一次印象的深刻是 那时候还在哺乳期间 然后孟姿还往前 可是我们原生的一整个的环境 对 所以当中午大家在放饭的时候 你要分享中午吃鸡的事情吗 哈哈哈 不能说吗 就是想说中间大家放饭的时候 然后我们就是跟那个场 没有 跟那个场地 借了一个他们的会议室 然后就是挤 就是哺乳 但是很多会议室那边都还是有这一集吧 先试吃饮 我就拿了一块 就是拿了我们节目的制服 帮他收住 哦 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动力 持续的坐下去 因为有些人啊 几个月就偷闲了 这样的 太麻烦 太多方便了 对 我觉得就是 刚初在月子中心的时候 有就是 专业的一些 医疗人员 然后讲 我给我很正确的味道是说 让我可以享受 跟 给我一个很轻易的 轻微时光 然后真的回到职场的时候 就舍不得放开了 舍不得把脸皮放下 然后这里就很想要延续那种很轻易的气质时光 是 然后也很棒的是 因为母母可以给宝宝很棒的资厂礼物 所以就很想要延续那个资厂礼物 所以就支持我 一步一步 就真的 回到资厂上面 还一直请 继续问我 我们公司真的是提供了一个很棒的环境 因为我们公司有一个堪称虎兴级的 哦 是 对 因为我也是就是 里头是一个很隐利的私人房间 然后是做人同事 然后里面有常常的上班 有冰箱 有洗手台 还有那个奶瓶消毒器 就是所有妈妈会需要用到的红结 需要用到的气质 应有劲 而且我们就是 都可以去使用不屑的私人房间 国健署一循世界卫生组织建议 婴儿纯母乳补育六个月 其后添加适当的副食品 持续补育母乳至二岁以上 透过政府制定法令 并与医疗机构 职场及社区家庭等场域共同合作 提供产前到产后 及持续性哺乳的全面性支持环境 我自己其实也是个哺乳 我两个小朋友都很清楚 也都不知道一岁也是的 其实是很清楚 我很清楚 在这个地方 公共政策可以做什么 我们有一个哺乳鼓育条理 那健康署其实非常的认真的处理 哺乳这件事 所以我们用法来做整件事 那母乳鼓育条理 我们现在的公共场所大概有4000个 母乳鼓育师 再4000个包包 还有动物数等等 那在医疗机构端呢 我们有一个母乳亲善医院 母乳亲善医院 所圈过的565家 我们希望这些母乳亲善的作业的 指标医院 让我们的产妇在产前产生产后呢 都有最专业的谘虚 最放心的去学习 母乳鼓育的知识 甚至于我们希望家长 其他的家人呢 都是他的重要伙伴 所以这是我们母乳亲善医院 那再另外在职场 因为我们都是职业妇女 现在大概7层以上都是职业妇女 那职业妇女呢 其实我们也跟劳动部有合作 所以我们呢 其实有在劳动部的这个合作上 我们希望会名造友善的 母乳鼓育的一个公职场 所以其实只要机构 愿意设置母乳鼓育 去试的话 那个劳动部其实都有补助的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也希望再尽力做 但是回到了家 回到了社区 还是有很多的问题 很多的需求 这个时候我们希望呢 在医疗机构段有做了很多 一些博物主义的一些 友善支持的转体 那在去年我们也有一些相关的教案 都在我们的网路上 比如说我是爸爸 我不知道怎么样支持我老婆 哺乳啊 我不知道该做什么 我膝盖上面都有许多的一些素材 那也希望媒体朋友可以帮我多多的宣导 那刚刚主持人 每一人已经宣布了 这一次呢很简单 大家都有FB 你只要爱恒感 大家的支持母乳鼓育 你再做一个去 act一个朋友 就可以参加抽奖 那奖蛮好的哦 大家看到住宿券 其实是肯定度假存的 然后还有风气清淨机 那还得下午茶 我想这个 母乳鼓育的妈妈很清楚 如果有个时间喝个下午茶 泡个汤是多么美好的事情 所以呢 先在这边呢 也希望大家多多帮我们宣导 目前全国有165家母婴亲善医疗院所 沟公场所也有3953处补给乳室 各县市的哺乳志工与支持团体 及免费关怀专线 均可以提供哺乳与育儿咨询 呼吁民众一起响应 整座城市都可以是哺乳室 支持妈咪哺乳 记者温君台北报道 物理薛菌生态工作坊 让民众了解地方生态与水准历史 这是台北市大安区大学里里长吴佩玄 结合大安社区大学东宝处 与相关生态工作人员规划的 生态7地营造计划 透过环境教育 暑期因实地演练等 重新塑造物理薛菌的原生种旗地 这个物理薛菌300年 我们就是要让人家认识物理薛菌 流过哪些地方 这些真正的一个水文化 那大学里有一条物理薛菌 可是大家都不知道它 我们更希望成为在地相土教学的一个课程 那我们进行了四个月 那也讲到我们说怎么样让我们的民众认识它清水 让我们的低碳社区更落实 让我们也不喂养 不喂食水中的 也不放生 让我们的环境更好 这个提案是在111年的时候 透过我们餐饮室预算 整个住民大会 Ivo庭之后 经过一年的时间 也谢谢我们那个东宝苏当院P2工作 才能够完成 那其实整个的过程当中 经过一年多 是非常的辛苦 也谢谢包括我们的社大校长 武力长 还有我们梁老师 旅逊的老师 还有刚才方老师 谢谢大家的努力 那这只是一个开端 其实往后一直要回复下去才是一个难处 那也谢谢大家 从现在开始都还在针对我们整个物理学菌 的相关的物种做记录 然后爬出出一个适合我们物种生存的一个生态环境 这是要长久维持下去的一个工作 非常不容易 那里面因为你长得上上上礼拜也来过 他很认真啊 他就在里面也挖了一些清淤啦 清垃圾啦 然后抓了一些外来种 那我们都东宝苏有参与这个处理 那重点是这个是我们Ivo庭的一个参与式计划 这个是整体社区营造一个很沉默的范例 然后我希望这个大学里真的也带动大家 有这个在地的认同 然后有生态保育的观念 然后让整个社区的营造呢 更进一步 所有的一个自然资源 包括社区的文化当中 提供我们孩子可以走出教室 深入社区 可以让孩子在我们的那个生活的情境当中 认识了物理学菌 但是物理学菌这个水文文的这个历史当中 也让孩子们可以参与了自然人文历史 同时也让我们幼儿园孩子们 有同师创作的这个灵感 所以在过去的两年的发展 跟老师们的一个那个经营当中 我们幼儿园老师的团队跟我们孩子作品 也得到教育部的教学作业 有这样的最高的荣誉 物理学菌西元1724年新建 是台北盆地最早有新建记录的水增 比起柳公增还要早16年 在大学里与生态保育人员积极的富裕与导渡之下 凝聚在地力量 因为我们透过我们的参与师的预算 然后让我们所有大学里一起来 这边就是跟着配选里长来照顾 我们大学里的母亲物理学菌 300年的历史 然后也能够让大家更看见 然后把我们生活融入在里面 这些都是配选里长一步一脚 也跟着所有我们的好朋友一起来努力的 所以我希望说让我们的物理学菌 这个我们的资产 我们的古迹我们的文化 能够不断的让更多人知道 变成我们将来这个城市自己的一个典范 其实我们都有到国外去 我们都很羡慕 不管是日本还是欧洲都很羡慕 国外的社区 那个环保啊历史啊 还有生态整理的非常好 对不对 那么回到我们自己的社区 我就觉得大学里实在可以说是大安区的模范里 我不知道区长同不同意 我在小朋友都在这边念农安国小 那么也都是拿里长的这个之前的奖学金 就看见大学里 不管是从人型的安全 到现在生态 历史 古迹 文化 这样子蛮整理的 又结合学校 我觉得真的做得很好 唯有关心 唯有知道才会保护的最好 我相信这个柳公俊 大家都听过他 然后物理学局 最近因为吴佩玄才听过他 因为老师才听过他 不过知道之后 我们都看不到他 那如何找到他 谢谢吴佩玄里长 谢谢这个 我们水利处的这个伙伴 一起帮我们用脚 用这个特别的事业 一起找到他 找到他就要保护他 那佩玄里长在里内其实做得非常好 我相信这个 那个地方应该叫秘密基地 大学里的秘密基地 那个旁边原本是一个臭水沟 可是我们现在可以看到 里面有鱼有乌龟 是一个非常丰富的生态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让动物活得好 长得好 对人类绝对也会身体健康 工作坊成果站展示社区里民社区大学与国小族群探讨外来原生种 放生伦理 100公分视角 祈老回忆等主题 并且他们挽起袖子实地清理水准的外来物种 营造原生种棋地 记录重要时刻 记者温云郡台北报道 立委王红维透过图表 清楚地将他在5月25号爆料涉嫌绑标图立的台肥第七土地案后 当时的董事长黄耀新一个半月内变成总经理到请辞 台肥内部更是人事大地震 让他质疑案情不单纯 这几个月被我们揭发弊案 而且原来主题逝者也就是这位董事长兼任总经理的黄耀新 竟然在短短一个半月之内逃之夭夭啊 从原来董事长兼任总经理 后来呢董事长下台了 董事长下台之后 我们呢是最近又接获检举 然后才发现这个黄耀新竟然连总经理都以说 个人生涯规划请辞总经理 好笑不好笑 当时还在夸夸其言 说这个标案多么棒多么棒 对台肥的贡献多大 还有什么样的援景 但是短短时间内 这个主题式的原来的董事长兼总经理 现在竟然逃之夭夭 王宏伟指出 第七土地交易案 当时台肥要求投标厂商拥有实收资本额30亿元 然而达利公司得标后 却在四天内将30%土地所有权 转移给当时资本额只有20万的盛景开发投资 实在公然绑标 这个标案金额非常非常之大 它高达26亿的一个标案 但是呢 在它宣布 宣布得标之后 得标的厂商达利公司 竟然在短短四天之内 他就把他的30%的所有权 去移转给一家叫做盛景投资开发公司 这当然是违背他当时的一个投标的条件 所以这个案子非常明显的是涉及了弊案 而且我们所知道的 其实以现阶段来讲 检调已经接获检举 而且也已经开始调查 那么这样的一个重大的土地标售 涉及弊案 可是没有想到 我们的原来的主管机关 也就是持股高达24%的农委会 现在升格为农业部 在这里面呢 它默不吭声 好像假装完全没有这件事一样 所以我今天为什么要赶快 再召开记者会 呼吁检调 加快你的侦查的动作 因为我们担心的 重要的相关人士 会逃之遥遥 王洪威表示 这段时间台肥人士 异常大幅度调动 这些人为何调职 请辞 农业部不该做事 不管 检调单位也应该尽快调查清楚 不要因为选举疆界 让可能涉案者得以逃之夭夭 记者林习惠台北报道 看到一则则的新闻 这些制造 输入或销售 侵权机上和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 两年以下 服刑 和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是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 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 拥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 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和 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和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 使用侵权机上和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 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日本姐妹市 吴市府会首长 拜会金融市议长 童子伟 双方握手相见欢 到金融市与吴市友好的交流契机 开始在1980年 吴市Green私子会 还有我们中正私子会 缔结为姐妹会 此后历经多年彼此的交流 也有良好的缘分 吴市跟基隆 都是历史悠久的天然两岗 自古以来都是 海军重要的重镇 经历了许多冲突和战争 我们两个城市的人民 都深知和平和解合作的重要 强调未来将加强交流之外 议会特别准备台湾水果 四家莲物和芒果 让来宾品品尝 双方护赠纪念品 朋友远道而来 议会展现代客之道 特别安排参访议事厅行程 会议或休息就翘一下 然后休息一会 我们今天要散会了 今天下班了 果然不一样 吴市议长在基隆市议会议长 同志伟邀请下坐上主席台 体验台湾议事规则 而吴市市长也站在背询台上 接受议员监督 我们非常荣幸有这个机会 可以接待我们来自日本的姐妹室好朋友 那我们也希望双方在观光文化教育经济的交流上 可以更深层的接触 那我们吴市跟基隆都是天然两岗 那也都有军舰驻扎 然后我们的腹地人口数都非常的接近 那个吴市的议长跟我说 他们没有敲锤子的这个文化 那我们就介绍我们敲锤子 譬如说敲一下代表休息或决议 敲三下代表散会等等 让他们一起来体验一下我们基隆市议会的文化 那我想我们明年也来到吴市看看他们的市议会 也希望我们可以到广岛看看棒球文化 然后大家可以双方的交流可以更增进 而就在前一天 韩国上周市市长江永席 议长安静署等人 专程前来拜会基隆市议会 受到议长佟子伟热烈欢迎 基隆市议会持续和姐妹室加强交流 牵起城市和城市之间情谊 也进一步让世界看见基隆 看见台湾 记者黄绍铭介绍报道 基隆市议会副议长 杨秀玉和永平里长黄潮嘉 一起走在刚铺好的重庆街41巷里面 感受路面的平坦和舒适 特别是相较于还没有重铺前路面老旧 破碎凹凸不平的情况 其实路要平勾要通灯要亮行的安全 是一般民众日常生活的最低要求 特别是在基隆即将进入超高龄化的社会 因此像是七堵区重庆街41巷 已经多年没有跑铺过 又是通往热门运动散布地点 基隆和提案步道的主要通道之一 在基隆市议会副议长杨秀玉和永平里长黄潮嘉 合力争取经费下 市政府民政处重新铺设这段巷道 也让长者老人家走起来更舒适安全 在永平永安里这里几乎都是老旧民宅 那几乎巷弄非常多 那永平永安这里要到这个 我们七组的这个基隆和原案步道运动 都一定势必会经过这一条巷弄 所以这边的因为老人很多嘛 那长者非常的多 那秀玉一直以来都是非常的关心 这是我们长者的一个安全 那我也都会比较重视在小处的部分 我觉得市政府在做事 要有小处看大处 这是一般的可能不会注意 市政府可能没有再注意到巷弄这个问题 但是我本身非常重视这个巷弄 因为巷弄是我们老百姓 我们相信每天早上起床 必须要行走的一个路线嘛 所以我觉得这个巷弄的这个道路的一个维护 包括它的这个整瓶是非常重要 非常感谢我们刘副历长 邱姆姐来帮忙 我们那个重新来讨论这个巷弄 感觉这样是看起来又整体又美观 让我们里内的这些老年人啊 走起路来会比较好 不会再坑坑洞洞会晒摔倒 我们非常感谢他谢谢 不仅路面重铺路边的小水沟 同样重新铺设整理过 方便排水顺畅 副议长杨秀玉和里长黄巢嘉受访时 一位谦虚不会讲话 却又非常感谢他们重新铺设 这段巷弄路面的阿姨 特地站在他们的身边 用具体行动表达自己的感谢和支持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老板我要一份飞鱼卵冲淇淋 好 以香草冰淇淋做基底 放上一口飞鱼卵 顾客直呼好大发 飞鱼卵冲淋的很大碗 满满一大碗 比去老远的那边飞鱼卵太多 赶紧吃上一口 天中带鱼的鲜甜 究竟味道如何呢 我觉得这个飞鱼卵有点咸咸的 然后不会跟冰淇淋的味道有冲突 然后它的口感很特别 它吃下去感觉会在牙齿里面弹跳 然后同时你又会听到飞鱼卵 那个在嘴巴里面啵啵啵的声音 啵啵啵的口感在嘴中化开 增添冰淇淋的层次 业者将丰富的口感层次加以运用 这几年火红的法国甜点 达克瓦兹内馅竟然也是飞鱼卵 颠覆了大家的想象 口感上又多了一个层次 就是你吃下去的时候 不会只吃到达克瓦兹的酥脆绵密 还会有飞鱼卵在你的尺寸之间 啵啵啵的感觉 一样啵啵啵的口感 让这口的恰到好处的蛋白饼 有海的魅力 选择在镇冰与梗创业 业者不止在食材选用在地 还有装潢也颠覆一般民众 对甜点店的想象 爬上二楼 竟闻到淡淡的中药香 赋予中药柜 中药碗盆 新生命 飞鱼卵系列的甜点与餐饮 在这里发亮 它其实是一个 我们中药店的一个柜子 然后上面的那些药罐子 其实都是放着不同的那个 茶茶叶 不光是真的是展示品 它其实也是一个 我们生活会用到的器皿 感受到老物件的生命力 业者创意运用 又将基隆的好物 与浓于特产结合 再创新火花 记者蔡小军 基隆报导 以上就今天的中央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央新闻的 脸书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另外我们也与FM轻松电台 96.9联合直播 欢迎准时收听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小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